大家好,我是雷槍 日服官方在昨天也就是5月15號 舉行了關於2024週年前夕的升放送活動 而在這次的升放送 同時也透露了一些日服接下來的活動行程 那麼這部影片將會是跟大家整理一下 該次升放送的重點公開情報 那麼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 也不要忘記訂閱一下 才不會錯過往後的FGO攻略影片 當然也可以直接追隨主播的Twist直播間 來找主播聊天 那麼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正式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首先是FGO接下來的活動行程 根據以往的經驗 原本以為經過這次的聯動活動之後 會有至少一兩個月的漲草期 沒想到FGO突然變得勤勞起來了 首先在5月17號開始到6月7號 會舉辦文系的泳裝輔克活動 為期兩個星期 只要是通關主線動物即可參加活動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那次的泳裝活動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刷箱活動 而且還會追加新的90++周回關卡 給一些練度高背包完整的MASTER 提供更高效率的周回農場 同時也追加了巡靈之夜的商店交換圈 並且重製了通關的聖杯獎勵 也就是這次的活動跟第一次空關活動一樣 會有聖杯獎勵的 算是官方給老鼠玩家的小小福利吧 而新名MASTER其實也不要太過灰心 因為這次的活動贈送角 也就是泳裝文系 以強度來說是真的蠻不錯的 更何況這次活動提供的刷箱素材 都是一些非常有料的常用素材 例如萬惡的魔術碎葉 以及永遠都不夠的火藥 加上現在新開的星盤系統 是真的非常高耗 別說胸骨濃牙啦 連一些不太常用的素材 例如說悠久果實也變得非常緊缺 所以這次的刷箱活動 就連主播也應該不會太多 帶上先前的掉落增加理重 絕對會給你刷好刷滿的 在活動期間的白紙化地球關卡 也會有體力半減活動 並且會送上海量的金銀蘋果 也讓大家不用擔心 體力消耗和分配的問題啦 不過關於卡池的部分 暫時好像也沒有什麼消息 只能等待明天活動開啟後 再去看看有沒有開復刻卡池 而另外一個已經預定的復刻活動 便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獸泥鹿活動 此間為6月7號到6月28號 為期三個星期 因為官方一直都沒有推出 獸泥鹿的復刻卡池 所以在先前的復刻投票中 以獸泥鹿為活動核心的 螺旋證明世界 便獲得了最高的票數 而這次的復刻活動 便是以之前官方投票的結果 為基準而開啟的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小看 FGO官方的投票活動 下集吧亂填問卷投票的話 有可能就會錯過愛角的復刻機會 而那些高藍關卡 還填太簡單的MASTA 想要有更輕鬆的遊戲體驗的話 可能就要慎重的考慮下問卷答案咯 而最後便是一些也蠻重要的遊戲情報 首先是今年的泳裝活動的參加條件 是需要玩家到達AudioCode 開啟化地球進度 也就是至少要通關主線2.7 並且開啟奏章主線 那麼還沒通關2.7主線的MASTA 現在能夠享受永久的體力半減福利 趁這段時間趕緊的幹上進度吧 與此同時官方也放話說會調整往後的聖金石發放策略 首先就來個中榜的 給所有參與5、6月復刻活動的MASTA 贈送30顆聖金石和4張呼符 終於FGO的玩家終於可以期待一下 那個抽卡自由的未來了 而這款宇宙神優也終於肯放下他那高貴的身子 跟上新一代的手遊風氣 老實說每個卡吃你都給我免費10年 而其實我也不會期望能輕鬆抽到什麼東西的 因為那個抽卡機率嘛就擺在那裡的 但至少這樣才算是最基本的粉絲福利 讓我們感受到官方的誠意和真心 大家也會有更多的動力參加活動 也讓我們這些老玩家有勇氣 把這款粉絲項遊戲推給其他朋友來玩 才能讓這款老人遊戲走得更久遠 而不是每當收到FGO 就會想到那個經典的梗圖 快逃啊 那麼這部影片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如果還有其他跟FGO相關的疑問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者追隨主播的Twitch直播間 來找主播聊天吧 那麼我是雷槍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吧 我們下部影片止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吧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吧